再向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旧行 桓温费力皇帝以后 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 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 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 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世忠王坦之 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 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 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 善让皇位 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 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 京城里便人心惶惶 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 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 我们去 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 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 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 安时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 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这一次 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 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 屈前救袭 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 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 谢安听说 诸侯有道 守在四林 不知民工为什么要在墙壁间 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 他说 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 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 高谈阔论 这样住了几天以后 他又回到了住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 谢安是做了手脚的 后来桓温并重时 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酒息 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 谢安总是不满意 结果改了又改 写了又写 拖到桓温去世 也没能发出 改朝换代的事 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 谢安是什么来历 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世人中 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 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 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姨 视为神童 后来也深受王岛的赏识 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 当了一个小官后 很快就称并辞职 隐居东山 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 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 对此 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 曾发表评论说 安时既然与民同乐 那就必须与民同忧 不怕他不出山 不出简文帝所料 谢安终于再次出世 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 不过他的东山再起 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 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 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世 弄得人们都说 安时不肯出 将入苍生河 现在安时出山了 请问苍生又该拿安时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 然而 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 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 其中一种根明远至 叶明小草 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 为什么他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坐中一人却应声而答 待在地下的时候就叫远至 出头露面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 他说 这个解释不错 而且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 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 未尽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布庄 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 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 是真实可爱的 像谢安这样 硬要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反倒有装模作样 孤名调狱 代价而孤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亮 也被怀疑为作秀 公元383年 前秦皇帝福坚大举出兵 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 与谢安的弟弟谢时 侄子谢玄 大战于肥水 谁都知道 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 然而捷报传来时 谢安却在下棋 而且看了一眼后 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 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 小儿被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亮非凡 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 客人走了以后 谢安狂奔进屋 结果连鞋根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 雅亮并非谢安的本色 小时候 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 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 咄咄逼人 可见 谢安骨子里 其实跋扈 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 是装出来的 或者说的好听一点 是后天的修养和修为 但即便如此 却仍然可贵 因为当时的天下 需要这样一位人物 来做政治领袖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像当年的王倒一样 让面临轻负的王朝 转危为安 这样看 王倒和谢安 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 谢安和王倒 不乏相通之处 他们也都懂得 宰相度里能撑船的道理 谢安执政时 正遇到士兵和奴仆 因不堪压迫剥削 大量逃亡 而且大多就近逃到 南唐一带的船中 谢安却否决了 大搜捕的提议 他说 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 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 由此一说 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倒和谢安执政时 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 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 谢安是懂政治的 也是很会做人的 有一次 谢家人聚会 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 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 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 洒盐空中插可泥 侄女谢道运说 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 谢道运的回答远胜于谢朗 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 并不加以点评 这就既表示了 对侄女道运的由衷赞赏 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 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 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 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 隐居东山时 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 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 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 便继续前进 结果风浪越来越大 而众人喧哗不安 直到这时 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 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 如此气量 足以镇安朝野 镇安朝野 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 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 谢安则不负众望 以他镇定从容 甚至不识安闲的精神风貌 让东晋这支大船 躲过了风浪 显然 这里面的关键词 就是气量 气量也是未尽风度的重要内容 而且是在东汉末年 开始流行的新词 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 一个人如果气量不足 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 相反 哪怕污浊一点 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 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 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 他最能代表未尽风度 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 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